Paul Krulman 當然他有經濟學家很高的聲望 好像是諾貝爾獎得主 但是諾貝爾獎得主 你要有的時候跟李遠哲一樣 就是說他對於這個他本業以外 就是寫那種很深論文以外的意見 你就聽聽就好 他講順差算是他經濟學的範圍 那請問你 美國以前國勢最強的是對全世界順差 那你會不會是說看民主政治統治的麻煩 就順差太大是麻煩的 然後有一段時間韓國不是對外順差嗎 也是民主政治的麻煩是不是 所以那以前歐洲是對全世界順差的 看歐洲民主政治的麻煩亂扯一通 每個國家順利差 他有他經濟結構的因素在那邊 但是任何一個國家長期順差 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但長期逆差是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很簡單 如果今天不是說 順差不能分健康的順差 跟不健康的順差嗎 沒有那回事啦 那請問你中國大陸這幾十年的經濟成長 不都靠貿易順差嗎 那靠什麼啊對不對 那俄羅斯現在順差 你看我們普廷先生 整天在克里姆林宮睡大覺對不對 他沒什麼煩惱啊對不對 就是因為順差啊 那他講的說逆差會使得你的很多的進口零件沒有啊 那是你不賣給我啊對不對 我要買你不賣啊 那無所 這我不是非買不可的東西啊 這樣子飛機就不能飛了 汽車不能跑了 那有什麼關係我坐鐵路啊對不對 我跟中國買 對跟中國買啊 中國不是要開始有什麼西式九龍嗎對不對 這個對他講不是問題啦 因為中國沒有說制裁你不賣你啊 你要買什麼而且他用人民幣交易對不對 用蘆布交易 喔普廷開心的不得了 用蘆布可以買大陸的東西對不對 然後大陸賣他東西對不對 跟他買東西也用人民幣支付 所以兩個國家就不用靠美金 也不用受美國制裁的影響嘛 這個獨裁不獨裁 投資有什麼關係 經濟的其實跟經濟的理論 我現在慢慢體會到 民主政治獨裁政治或什麼不管什麼政治 像即使沙烏地阿拉伯那種叫什麼 那種皇族 專權政治好不好 帝制 帝制的國家 基本上那個皇帝只要很好的話 這個國家就太平了 舉個例子 俄羅斯起來的時候 現在普廷動不動就懷念彼得大帝有沒有 不要忘記啊 全世界第一個解放農母的國家是誰 就是俄羅斯 他有個亞歷三大一世皇帝 大臣貴族反對啦 開始搞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竟然是皇帝推動 他自己是最大的地主 什麼庚哲友齊田誰搞的 不是孫中山搞的 是亞歷三大一世 都是他先搞的 全世界第一個搞土地改革的國家就是俄羅斯 所以俄羅斯就一直強大起來嘛 那國家就形成了嘛 你是拿鋤頭了 好幾代的都當地主打工對不對 現在來個皇帝說 他搞老半天我可以當土地的主人 那皇帝叫你當兵你就去當兵了嘛對不對 跟毛澤東一樣啊 毛澤東也是搞土地改革齊佳的啊 所以你要知道說 一個好的領導人 怎麼樣子的標準 會不會治理這個國家 跟你產生的過程是多黨政治競爭產生的 或者是你產生的 不要自己吹啦 現在全世界民主政治 攤到台面領導人一個比一個差 有人晚上整天一夜升歌的 有人是晚上很久都睡覺 不管是像美國總統拜登對不對 那是什麼好炫耀的呢 對 那你說我政黨倫理這個不好換一個 問題兩個政黨都一樣差對不對 一個只是一個爛芋頭一個爛番薯 都是不好的嘛 你在講美國還是台灣 差不多 所以有的時候你看進了這些歷史的記載 你就會發現說 那領導人產生是 是不太確定什麼政治制度 會產生好的領導人 像日本也產生過幾個很強的 什麼吉田茂 走藤農舟都很強 哪知道後面呢 那個日本的首相 竹帆不及被宅 就跟那個什麼選秀節目一樣 每一個人幹一年 每一個人幹一年 對不對 好不能幹的安倍晉三 好像還好一回 沒兩下對不對 也不行啦 什麼安倍三支劍 四瓦年他就跑了對不對 那現在岸田文雄 他根本在後面插屁股的人 還看不出他的表現 所以這樣就覺得印尼為什麼一直起來 就走柯威這位總統真的很不錯 我們平常講 因為他的國家的狀況那麼不好 他很慢慢帶 那一樣菲律賓為什麼這個時候 經濟能夠連續成長那麼快 就是因為什麼 前面那個被美國很看不起 那個總統啊 杜特蒂啊 他那個東西在菲律賓文化容易理解 他告訴警察 上去有人犯罪的話 販毒了當街把他槍斃 沒有什麼用槍條例的問題 都沒有什麼問題啊 大膽用槍 美國警察已經夠狠了 他發現說 哇靠 哪一個杜特蒂 對不對 還給獎金欸 對不對 你幹掉個毒銷 幹掉個壞人 總統頒發獎金 對不對 那警察當然拚命啊 對不對 而且還可以升官 所以而且警察都不需要 跟犯罪分子勾結啦 像以前 從以前的亂七八糟 所以為什麼說 現在那個菲律賓人 忘掉馬可氏的獨裁 獨裁的麻煩 選他兒子小馬可氏 小馬可氏加油啊 不要讓你老爸丟臉啊 那韓國也是一樣啊 齁 文在隱藏尺尚可而已啦 哪一個隱藏尺 我看了就是暈倒 又是個怪咖 不是怪咖不好 你怪咖至少會做事吧 對不對 他現在束手無策啊 他現在想不到怎麼辦 美國人家購物4 他家不家 當然他董開始講 派個外長去跟中國大陸 講一講摸一摸彼此又回來了 就輪到駐港總領事在那邊亂講話 現在整個南韓對中國大陸的出口 本來是高大量的順差 現在變大量的逆差 為什麼 問你自己啊 為什麼三星手機 會被小米跟蘋果夾殺 那就是你的問題啊 那為什麼你的韓星有沒有 在中國大陸很受歡迎 一下子都不見了 為什麼 就薩德系統嘛 那你有什麼話講啊 對不對 你自己選擇的嘛 因為朴槿惠也是個很差的總統嘛 就朴槿惠答應什麼 答應就搞薩德啦 好那你現在 對不起啊 你這個尹錫悦在清美看看 清美是OK 但是你不能親到了舔拜登的腳趾頭 那你嘴巴的臭味 中國聞起來就很不舒服 這個形容是 是啊 有畫面又有味道的 你這個當時大陸上 在搞那個電動汽車的時候 真的有請韓國政府說 你來參加一咖吧 真的有 韓國政府說 我現代汽車 一副大爺的樣子 好啦 現在人家比亞迪起來啦 還是那個 美國那個老先生 巴菲特厲害 那是比亞迪還是一個小公司的時候 他還在搞電動車搞電池的時候 他馬上重金壓 哇 現在賺翻了 巴菲特這個老先生 實在是 實在是 美國又很令人敬佩的角色 像巴菲特那種角色 當時2008年美國的花旗銀行 華爾街都快倒了 他拿錢出來把他救起來的 那這種人當不了美國總統啊 因為他沒有那種搞政治的那種興趣啊 他每天還是開著他的破車去上班啊 對啊 然後他說賺了錢通通要捐給社會啊 很聰明 沒有捐給國家 所以我是覺得不能用Paul Grumman 他談貿易順差 我要不客氣批評他 不符合經濟學理 他給我個理由 為什麼順差不好 他這個就是說 因為你是獨裁統治 所以順差不好 那民主統治的順差就是好的 這什麼歪理嘛 Paul Grumman 我知道Paul Grumman 因為他每天要寫很多 各報社專欄文章 他是個專欄作家的角色 比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的角色還更多 他寫了那麼多的 已經好久沒有寫什麼專欄論文 他整天寫那些文章 每一個稿費都很貴 所以為了趕稿費有時候亂寫一通 記不記得他當時講 俄乌戰爭剛開始講說 他一點都不擔心能源問題 記不記得 我當時在你節目講他講的不對 對不對 記不記得 結果現在能源問題出這麼大問題